我們東西都裝好了 都OK 東西都裝進我們的背包裡面 那我們就稍微轉一下讓大家看看 OK 那我們東西都裝好了 那再跟大家分享這裡面 OK 那東西都裝到我們的背包裡 那在分享我們裡面裝了什麼東西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背在身體上看起來長怎麼樣 我們就旋轉一下 好啦 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下我們背包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背包旁邊呢 就是你可以放水壺還是幹嘛的 我懶得拿水壺我就拿一顆鏡頭來代替它 就是在漱口袋啦 所以兩邊你可以各放一個 就是差不多一顆鏡頭大小的東西在旁邊 那我們兩邊有兩個小小拉鏈隔層 那一邊我是放手機啊 跟我們的什麼悠遊卡啊 你可以放你的錢包之類的 就是一邊就是你可以放這些東西 就是你需要隨時拿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放在旁邊這個拉鏈隔層裡面啊 那另外一邊的拉鏈隔層 那另外一邊拉鏈隔層 我就放了行動電源跟充電線的部分 就是也是就是你隨時可能會拿出來的東西 然後嗯 嗯 OK那接下來我們主要隔層的部分 我們裡面放了 OK那主要隔層的部分 我們裡面放了 OK那主要隔層的部分 我們裡面放了一件外套 就是 那主要 對不起 對不起 那主要隔層裡面呢 我 那主要隔層裡面呢 我裡面放了一件外套 然後 再放了 一台相機 加上一顆鏡頭 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比較大的隔層裡面 那後面電腦隔層呢 那後面電腦隔層其實還蠻大的 那我裡面放了一台平板電腦 就是12寸的平板電腦 然後又放了一台 14寸的一台筆電在裡面 所以其實裡面的空間算是還蠻大的 你要硬塞很多東西也是可以 沒問題的 那我就是放這些東西啦 所以就是 如果 這 這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硬塞 塞到很滿很滿的 當然是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可能才 一半都不到 就是我可能平常會帶的東西啦 那如果你真的要 塞很滿很滿的話 那還是辦得到了 因為這裡面的空間就是非常非常大 那這些東西呢 可能就是我平常會放的東西啦 那根本裡面的空間還剩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剛剛可能只放到一半不到而已 就是我們裡面的空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你要塞很多很多東西 沒有問題的 就給你狂塞 好嗎 好嗎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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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入鞋子